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迷途 旷野之时 主为火柱 照明路程 神若相亲 不畏伤害 更不惧怕 邪恶敌人 滔天洪水 漫溢我魂 苦难波涛 席卷我心 恳求耶稣时常帮助 是我抬头 是我振兴 无论何处 见主踪迹 我必追随 不哪不见 但愿主守 依旧扶持 令我到达 我主圣山 急或道路 荆棘坎坷 救主赐我 相应力量 直到忧苦 奔波止息 永享宁静 平安喜爱 大家一首接一首的唱诗 奇妙的是 一连数小时都不愿意停下来 歌声嘹亮 响恶行云 天地相接 不觉如履 又有阳光从教堂的窗口直刺下来 幻化成绚丽的光芒 大家唱得如醉如痴 仿佛有千万个天使跟他们一起合唱 又仿佛圣灵从天而降 飞流之降 有人手舞足蹈 有人替灵弃罪 大家很难分辨 何谓唱诗声 何谓哀哭声 钦尘多夫和苏思牧师等领袖都起起跪下 会众也跟着跪下来 大家以忧伤痛悔的灵 齐声祷告 为了自己从前凭着血气 引起纷争的事情 再次向神认罪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大家这才站起来 苏思牧师做了聚会的结束祷告 亲爱的圣父 亲爱的恩主 亲爱的圣灵宝慧师 我们感谢你把你的灵和你的爱丰丰满满的浇灌下来 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 我们祈求主拯救我们脱离分裂之罪 丢掉宗派思想 弃绝结党连群 祈求主的大能保守我们 叫我们唯独倚靠基督的宝穴和十字架 那才是我们救赎的根据 千万不要倚靠我们个人的行为和功德 阿们 又过了几日 主护村的另两位负责人可离斯蒂安大卫和梅尔基奥尼奇曼 从外地回村 向钦尘多夫等人报告了一件事情 原来他们某日正在离主护村六十英里以外的一家孤儿院中探访 突然两人都感到心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 催促他们要跪下祷告 他们于是顺从心里的催促跪下来祷告 事后 两人都感到奇怪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奇怪的事情 钦尘多夫问他们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结果两人肯定的说是那是八月十三日上午十点 钦尘多夫府长大笑 哎呀 那一天那一刻 神在我们主护村的会众中行了神迹奇事 主的灵浇灌在会众之中 你们虽然人在异地 竟然也是与我们同改一灵 神灾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他的带领何其奇妙 神要复兴摩拉维亚人的教会正在那一天那一刻 他和大家一致认同 1727年8月13日那一天就是摩拉维亚弟兄和一会的五旬节 摩拉维亚古教会致死枯木逢春 浴火重生 重生的摩拉维亚教会欣然接受其他宗派的弟兄 不再为赐要教义的分歧而争得脸红耳赤 现在他们借着基督宝血的捷径 完全合一于基督的大爱力 再说摩拉维亚教会在主户村重生之后 分裂的弟兄重归于好 信徒们空前团结合一 8月27日 有24位弟兄和24位姐妹立下志愿 要让主户村的祷告圣火永不止息 他们发起从午夜至午夜的每小时的连续不停的祷告运动 每天每个小时都有一对弟兄姐妹为着教会的蒙福 为着教会的见证而做守望祷告 在亲层多夫的鼓励之下 不久之后 志愿参加祷告的人又增加到77位 祷告的弟兄姐妹一星期有一次特别聚会 大家一起阅读来自世界各处福音工厂的信件 这个每小时都有人轮班带倒的传统 自从那时建立以来一直到现在 都在摩拉维亚教会更续不说 后来 随着摩拉维亚教会的海外宣教工作 他还打破了空间的限制 除了主户村 除了德国本土 在世界其他地方 在陆地上 在海洋上 都有摩拉维亚教会圣徒的守望 都有他们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向神献上祷告 献上的心香的祭 在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到这种教会复兴之后 亲曾多夫自然欣喜万壮 他愁愁满志 哈利路亚 先贤所言 隐藏的种子并不是指着某一个宗派而言的 隐藏的种子所发挥的生命力绝对是跨越宗派界限的 古代的摩拉维亚弟兄和议会本来就是跨越国界 跨越种族的 如今更新的摩拉维亚教会也理当如此 我在年轻时代创办借菜种团契所立的契约中 就立事要到世界各地做拆船工作 要传福音给外邦人 现在外事俱备 东风江道 为了准备对外宣教 也是为了加强主护村的管理 四人领导小组 商讨制定了一套管理组织法 属灵方面的事情继续由四人小组指导 属士方面的事情则由长老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进行 亲层多夫鼓励信众的敬虔精神 提高信众的灵性生活水平 培养一种所谓的心灵宗教 用崇拜和祷告来与基督合一 他为主护村设立的日常生活规则也是非常奇特 比如儿童自小就要离开父母 被统一安置在一起 按照哈雷孤儿院的办法抚养长大 男女青年要脱离平常的家庭生活方式 被编入暗性别分开的团契 男婚女嫁不能随意 也必须服从村里的规章 这些规则在今天看来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 亲层多夫的宗旨是要把主护村 打造成脱离世俗的基督社团 要把村民打造成基督精兵 其最终目的是在德国国内国外推展天国的疆界 与当时新教各派领袖相比 除了对神的事业忠心耿耿之外 亲层多夫这个人有其非常独到的地方 他对传福音这项大使命总是念念不忘 而且还有全球性思维 他的脑中像是铺着一张世界地图 很早就把眼光投向那些上代开垦的福音处女地 比如土耳其 西印度群岛 北欧各国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甚至北极圈内中的格陵兰 在他看来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是基督精兵的阵地 为了全时间服务于大使命 他还向国王法庭正式提出辞呈 不再担任御用大律师 这样 他把所有精力都集中于一点 那就是在主户村 专心致志地培训对外宣教人员 同时他也在等待着对外宣教的契机 而这个契机很快就来到了